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整体排面气氛稍微是比较观望 大家都在等下午的法说会台积电到底会释出什么样子一个好消息 那阿豪老师我们先一起来帮大家看一下 因为刚刚最新公告出来台积电的法说 我们快速帮大家整理几个重点 只能一个字来形容就是狂啦 因为台积电的第三季 我们看到是赚了12.54元EPS 这是年增幅度有54%再创下历史新高 而且毛利率更是冲到了有57.8% 远远的超出高标 那么刚刚最新呢我们还去整理了 它对于第四季的一个展望看法到底如何 而且对第四季的营收计增幅度有14% 也比市场预期还要来得高 甚至明年全年的年增幅度有机会上收到年增将近有三成 所以我要请阿豪老师帮大家看 其实大家已经知道了台积电真的很棒很厉害 到底这次法说过后 我们办法再引领台北股市的多方式再往上攻呢 其实今天气氛比较观望 毕竟还在等法说会讲什么样子一个重点 但外资还是只有小卖而已啦 卖超47亿元 投信小转买 经营商也转买 那外资在期货的空单 目前是来到3.4万口 稍微做一点点的增加 那阿豪老师你会怎么来看 刚刚台积电法说所示出来的一些消息 对于台北股市今天的观望 代表已经在法说前 蹲的这个动作已经做好了 法说后明天的行情 能够有跳高热闹表现吗 好的 其实在刚才上节目的时候 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台子期的夜盘 台子期夜盘它是在下午3点又重新开盘 这个是在算明天的 那我看了一下开高直接已经快300点了 对 现在又往上拉了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就讲一个重点 那明天加全指数其实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点位 如果它能够去站上去的时候 那各位真的要疯狂地开始勇敢地去赚钱 这个是加全指数的一个周K线 那在我记得好像礼拜二的时候 其实这一张字卡已经有给各位看过一次了 那今天我抽一点点时间 再帮各位去复习一下这个重点 月K的嘎空点23032 各位其实它今天收盘是偷偷地站上去 它不管什么中共军援 或是艾斯莫尔的这个调降彩色 它都不管它就是偷偷地站上去 所以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压力的一个转换点 叫做23588 如果说这个点在明天收盘能够站上去的时候 各位那就开始真正的一个扩雨的行情 什么叫做扩雨的行情呢 各位这个是一条上升切线 这条上升切线跌破之后呢 其实要站上去很困难 可是它如果用扩雨的这种行情的方式的话 其实那个才真的可怕 因为它会走得很长 扩雨是什么 扩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无可蝸牛 我以前是住在乡下 每次下雨之后就有那种 我们台语讲做木枝 其实有点渴耳心 你就想像一只蝸牛 但是它没有背壳 但是蝸牛因为它背着重重的壳 所以它没有办法去超过那种90度的 但是扩雨就不一样了 扩雨的话它可以沿着这个屋檐 这样子一直上去 所以明天它如果说有办法再连到这个 转换点23588的时候 正式开始这个扩雨行情的时候 这边已经一次了 这边又一次的时候 这边又一次的时候 其实它就真的就好像就顺着那个藤 这样子一直上去的时候 我觉得接下来要去挑战这个历史的糕点 那只是时间早晚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各位 比较重要的一个重点 好 那再来的部分 真的我觉得其实我们上通告 很多观众朋友都会跟我去做一个互动 那当然今天这么乐观的一个行情里面 除了鸿海之外 其实最多人问的第二多人问的 就是在这一个广达 广达我们经历的这个8月份 9月份的这个股灾的时候 其实今天我们很开心的看到 这个是8月1号 8月1号结果它今天不止解到 而且它真的终于赚到钱了 我们用最高点算了 它终于赚到钱 虽然说4%对各位来讲 可能只是一点点而已 但是我心中总是觉得说 赚钱总是一件好事 所以其实我觉得 像这种比较很大牛的股票 都已经赚钱了 但是如果说现在有行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标准 再往上拉高一点 不是说只有解套或是只赚一咪咪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给各位跟各位去做一个报告 其实当行情来的时候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一档股票它的一个架构 这个也是我在实战上 我在评估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会把它架构摆在最前面 再来的部分才是题材 至于基本面的部分 其实它只是加分的作用而已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其实今天盘中 很多盘中朋友都在讲那个LED LED的话很多人就会去联想到 它是不是跟那个CPU 矽光子 它的一个光源有这个牵扯 我就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给各位看 其实3031的这个百红 如果老朋友应该都知道 它是这个LED蛮重要的一个老牌的一个公司 但是它今天也亮灯涨停吧 它最快充涨停 对 它最快充涨停 那你去看如果说我们去做一个比较的时候 其实它81号的高点在这里 其实它在前几天还没有 也是还在这个81号的高点 可是它一发动的话 各位 它已经涨了25%了 对不对 那相较于刚才那个广达的话 只有4%的时候 其实这就有一个比较的心理出来了 所以它为什么会涨 题材是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实我们不是重 我们不是我关心的重点 我们关心的重点是 它骨架是涨真的 对 为什么骨架会涨真的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我帮各位去整理出来的那个架构 它是不是一个多方的架构 其实它MACD一直都是在这个零走以上 在这个地方等 那KD当它来到这个50以上的时候 搭着一个题材的列车 是不是就上去了 所以其实你仔细再去看 我帮各位去整理出来的 这个股价三部曲 特别是在这个架构的一个部分 当行情来的时候 真的要集中火力在这种 多方式的一个股票 KD大于50 大于80 这样子的股票 我觉得对各位来讲的话 你才能够完整的去掌握住 有行情的这一段 那很多观众朋友可能 就会再进一步的去问了说 可是我看股票跌的时候 股票也是那么多 涨的时候股票也是那么多 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去抓那种 比较有爆发性的一个股票 这个地方我就请我们的观众朋友 如果可以的话 你已经有扫描这个QR Code的 各位一定要记得 扫描完QR Code之后 你去按那个记事本 因为我在上通告的这一段时间 比如说我们这一节通告 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 我每天的这个盘后选股 各位一定要把它寄到 你自己的这个自选股里面 因为那个东西对各位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比如说我上一节通告 我结束下通告之后 其实我们就做了两档股票 一档就是这个8111的这个利基 其实说LED真的跟细光子 有沾上边的 而且是真的有沾上边的 其实应该是它 可是这个是题材面的东西 我们在锁定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其实我们比较重要的是 它的架构是不是已经对了 因为当架构对的时候 它再沾上这个题材的时候 其实它那个爆发性就会很强 MACD在临走以上 KD有没有发现 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出现 这种高档的顿化 所以我上一节通告 下通告之后 我第一天实战的一个进场点 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那进场之后呢 隔天掌停板 三坨台风修饰两天 星期五开盘又涨停板 甚至到礼拜三还涨停板 结果这个礼拜三再涨停 今天再继续创高 今天有创高 对 我没有发现 其实这一种架构 我就会把它摆在第一位 那包括说像这一档 这一档这个3149的这个政打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实战进场的 这种股票 所以在实战进场的一个部分 其实各位 那有一个SOP 我看股票 第一个我一定是看它的架构 架构对不对 MACD在零走以上 KD在这地方开始 开始出现这一个高档顿化的时候 所以9月26号实战进场点 7月1号也是一个实战进场点 那进场之后呢 这个10月9号 亮灯涨停 休息一天再亮灯涨停 休息一天又继续再创高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 我是给各位一个示范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 分析了那么多 但是实际上真的有赚到钱 放到我们的口袋里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在昨天跟各位去分享 这个政打这一档股票的时候 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朋友 其实蛮及时的 我也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个 这个及时互动的这个机会 他在昨天 因为我们这个是Live的节目 4点到4点15分 那我一离开这个座位的时候 他4点16分 他就传了一个讯息给我 那他的讯息 他只问一个重点就是 他买这一档股票 他买了已经套三年了 我真的很难 我真的听了很心痛你知道吗 现在这种行情 你说三年 你每天都没有赚钱 然后你大部分的资金 就是卡在这一档股票上面 所以他就很展觐节铁地 问我一句话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直接跟我讲 他到底会不会到50块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 这种就是比较个别的一个东西 我没有办法直接在我们电视上 公开的媒体跟各位去讲 但是如果说你有加Live的话 有加Live的话 或是说你对这个议题 有想要再进一步了解的话 那你可以用手机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完QR Code之后 进到Live的里面 它会有四个按钮 四个按钮 在左上角的这一个178 其实你24小时随时都可以去按 因为只要我有重要的消息 包括说网路教学的一个消息 我都会把它丢到这个上面 至于说我盘后选股 我会放在什么地方 1234 这是个按钮里面的一个右下角 右下角你把它点进去 这是一个按钮 它点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连接过去那个网页 那个网页的时候 我每天这个盘后的选股 记得把它加到你自己看盘的 那个自选股里面 因为这一节通告 我下了通告之后 我们就会专心去买 我们那一节通告收集的那一些 盘后的一个选股的一个部分 至于说 如果说你刚好跟昨天的这一位 我是觉得听得蛮心酸的 其实你算 广达套了三个月 至少人家已经解套 而且赚4%了 对不对 他套了三年到现在还没有解套 才在问我说 那到底这个政打 它到底有没有机会到 这个50块钱以上 其实各位 你如果想要知道 我对这一档股票的一个看法 以及我们实际上 怎么样去做一个运作的时候 那请你记得 扫描这个QR Code之后 今天一定要按这个178 我针对这个政打的这一档股票 其实我有一些 比较独特的一个看法 那各位有兴趣的话 扫描QR Code之后按178 我们一起加油 好 近期的行情 很多小股票真的还蛮热闹的 那当然阿浩老师提醒大家 只要是架构对了 这股票标涨的速度就是最甜的 最好赚的一段 那怎么样去复制利益 怎么样去复制政打 想要抓到这类的股票 它的实战进出点的一个操作经验分享 如果大家想要做进步了解 有更深入了解的话 可以在老师群众里面 有更多进步的一个整理资料 给大家来做盘面当中参考的依据 好 那等一下回来 这红家军不想休息吗 这红海200块是不是稳定了呢 现在如果是在稳健的持续创高 还有没有卡位进场的实际点 关键的番多趋势 又要怎么来做掌握 等一下回来请教杰帅老师 欢迎回到1600股民开讲 看一下今天在台积电法说召开之前 股会是比较观望表现平淡 台币是横盘震荡 中场小升0.7分 收在32.168元的价位 好 那回到盘面 请问杰帅老师 杰帅老师 因为刚看到了像台积电 这个法说 包括台积电 展望都是相当的一个抢眼 所以是不是代表台北股市 这波沿着五日线的整理 明天可能是个关键的发动点 行情你怎么看呢 好 谢谢婷娟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今天台北股市最后的表现 是只有小涨40几点 那么在这个昨天的行情里面 是跌的 那今天是小涨 我们看一下这两天的K棒 各位可以看到这两天的K棒 基本上都留了下影线 而这个下影线各位可以仔细看 只要破了两万三千点之后 他就迅速的收缴 而且这两天 都收在两万三千点以上 也收在五日均线之上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大盘底下的一个支撑 非常的强 那为什么这两天会整理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在这个23353这里 创了新高之后 我相信有很多住套房的投资朋友 已经解套了 他会想要卖股票 也有人赚钱了 也想要卖股票 所以这两天的整理 各位不要以为说台北股市行情结束了 各位蹲下来只是为了跳更高 而且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K棒还是在所有均线之上 MACD也黄金交叉 各位我刚刚讲的 蹲下来是为了跳更高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有在开盘的台子期夜盘的一个表现 明天到底台北股市会怎么表现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我右手边这边 就是一个现阶段的台子期的一个夜盘 目前是大涨395点 来到了23650这附近 那请问各位 你觉得台北股市明天会差到哪里去吗 应该不至于吧 至少现在夜盘看起来 明天台北股市是乐观的 所以我说第四季的行情 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 像这个昨天它大跌的时候 你就要勇敢地敢 去做重压大买的动作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捡到便宜货 那现在你一定会很好奇问说 那到底现阶段有什么股票 刚开始准备要发动的 而且可以让你买得很放心 抱得很安心的股票呢 当然有 我今天就是要来分享这些股票 来 各位我是怎么选股的 其实我选股只有两个逻辑 第一个逻辑 一定要让投资朋友 你们买得很放心 第二个逻辑 一定要让你们抱得很安心 这种股票我才会把它挑选出来 那我如何挑选到这种股票呢 第一个要怎么样才能买得很放心 当然要买趋势在多方的股票 这个MACD形成黄金交叉 是我参考的最重要的一个依据 为什么MACD黄金交叉这么重要 各位你看一下台北股市 自从MACD黄金交叉之后 它是不是一路的狂涨到今天 有没有 很清楚 所以这个叫代表趋势在多方 因此我选股一定只选 MACD黄金交叉的股票 这第一个逻辑 这样子的话 投资朋友你们才可以买得很放心 因为你知道它趋势在多方 那第二个重点来 怎么样你才能够抱得很安心 当然是要买到标股 那标股有什么特色 很简单 标股就是有人不断在买的股票 叫标股 当有人在买的时候它就会发动就会涨 涨了之后有更多人关注 就会有更多人买 所以这个突破整理平台K棒 只要一出现就代表有人开始在买了 因此我们只要把这两个条件 结合在一起 MACD黄金交叉的第一根红K棒 其实就是最佳的一个进场的一个位置 那当然我也知道 大家都不可能每天去检查所有的股票 到底哪一支股票吻合这两个条件 所以我说我们还要善用工具 利用这个人工智慧 高速运算的方式 再结合技术分析的逻辑 我告诉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不要怀疑 真的就是一分钟的时间 它就可以扫描所有的股票 找出稳合我们条件的股票 我们就可以急速涨过到强势表股 而且底部起涨马上就可以进场 刚刚各位看到了台子鞋夜盘 现在是大涨将近快400点 到底现阶段有什么股票 刚开始发动 准备要发动 准备要喷出的股票 今天的节目很重要 你一定要看 我现在讲第一支股票 来陈明店3013 3013陈明店 我今天为什么会拿出来讲 各位仔细来看一下 陈明店这支股票在前几天 各位你有没有看到我画一个圈 写着四个字叫黄金交叉 你看我所说的理论到底准不准 这个陈明店在黄金交叉的那一天 是一根红K棒 这根红K棒买进去之后 你有没有现买现赚 有 现买之后后面的三天你狂赚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了159块 你一定会问说老师150几了 还能追吗 我大胆的告诉大家 绝对还可以再买 买了之后 各位只要记住一个原则 不跌破五日均线 你看今天这个下眼线 刚好在五日均线 一碰到下眼线马上就收缴 代表有人再减便宜 记住一个原则 当你买进去之后 五日均线不能破 只要破了就要赶快撤退 没有破你就可以安心报老 这个逻辑之下 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去买 陈明店这档股票 那么我如何发现到陈明店的买点 很简单 10月14号的时候 141.5 你有没有看到 141.5 今天盘中其实找完开盘的时候 它还曾经跌到142块 跟我们这个 刚刚趋势般多的这个价位 非常的接近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现在只有涨12% 各位12%不叫标股 标股至少要涨30%以上 因此它还有很大的空间 让各位去做布局 那当然在昨天10月16号 我也有在我们的Lite里面 记事本里面 有跟大家事前的说预告 我在股民开讲 你记得一个原则 我只要讲出来股票 都是事先预告过的 如果你想要提早一天 甚至于很多天 知道我在股民开讲 所分享的股票 其实你可以扫描 这个QR Code 你都可以看到 就像今天 我又很用心 又很认真帮大家找出两支 刚刚出现翻多讯号的股票 这个婷娟每天都会关注 请婷娟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老师已经公告两支 今天趋势翻多的一个股票 一档100多块 一档90几块的股票 都是今天排面当中 非常聚焦人气的一个股票 没有错 第一个聚焦人气 第二个有人在买的股票 然后这两支股票 一支90几块 一支大概100多块 两支股票的股价 其实相差不多 那有兴趣的话 投资朋友 你现在就赶快去看 不要又错过了 这个布局的机会 明天礼拜五 台北股市 应该会表现相当不错 明天布局 就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现在马上加light 而且不用花钱 马上就可以知道 那这是第一支股票 再来讲第二支股票 这是低价股 叫里洲 里洲这支股票 各位 如果你是小资族 特别注意 它的股价只有三十几块 请仔细看 这支股票 我真的是很用心 在昨天 它的MACD 才刚刚形成黄金交叉 这根红K棒很明显了吧 代表有人在买的红K棒 而今天马上收盘的时候 再给它涨个3%左右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会分享的股票 都是即将要发动的股票 所以我的节目 你一定要持续的追踪 然后来做一个验证 而这支股票 股价三十几块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买得起 因为一张股票才三万多块 你不要告诉我 三万多块股票你买不起 这很亲民的价格买得起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人工智慧 在10月16号也就是昨天 除了趋势翻多之外 而且又出现箭头向上 请仔细听 能够在同一天出现 两个讯号的这种股票 我会特别的注意 因为它是在同一天 有两个确立讯号 所以这种股票 基本上它都会飙得很快 冲得很快 目前只有涨9.9% 后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等它去补涨 而我们也是在昨天 10月16号的时候 有跟大家在lite里面 事前的做预告跟分享 换句话说 我昨天10月16号 我虽然没上股民开奖 但是我也帮大家找出了 这两支股票 大家看到之后 其实今天布局 今天通通都可以赚钱 再来我相信 一定有很多投资朋友认为说 股价现在来到 两万三千多点 虽然现在台子鞋夜盘 涨了快400点 但是有没有稳一点的股票 什么叫稳一点的股票 那接下来有钱人就要认真听 这个稳一点的股票 我记得我讲这支股票 不知道讲几遍了 应该有五遍以上 它叫红海 2317的红海 这一支股票 它是一个权重股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了 到年底 台北股市绝对有机会刷新 历史高点24416 我是不是讲在前面 而且这支红海 我不只一次告诉大家 我非常看好它 到年底12月31号的时候 我认为它有机会 来挑战250块 我是不是讲过很多遍 那现阶段 各位有没有看到红海 它已经慢慢的 往210块靠近了 今天的收盘表现 你可以看到 真的 结帅说的好像真的还蛮准的 它真的一直在涨 各位你看 最佳的布局时间 应该是在9月中旬 这个MACD黄金教材 你给它买进去的时候 你绝对可以抱得很安心 这个很多有钱人 他们买股票 不是买什么10张20张 可能一买就是买100张200张 特别是这种权重股 最受到有钱人的青睐 像这种台积电也好 像这种红海也好 这种权重股 只要大盘涨 他们就会跟着涨上去 因为他们都权重都很重 那当然这支股票 如果从AI的角度来看的话 应该在9月中旬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布局了 来到10月4号的时候 194块 当时在200块以下的时候 其实它又出现一个买进讯号 到今天已经快看到210块了 各位这种操作方式 可不可以让你赚钱 当然可以 再加上结帅 又会事先预告在10月4号 所以基本上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 现在可以买什么股票的话 你真的找不到 你没有办法找到的话 你来找结帅 你就可以找到标股 因为我们的Lite里面 每天下午4点钟 都会帮大家 分享两支股票 那除此之外 在我们的记事本里面 来 各位可以看到 还有很多重要资讯 等着各位每天 可以来接收 这个重要的讯息 像这个早上9点半 我会提供一份大盘的 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大盘其实我已经一直在讲了 现阶段第四季行情最好做 遇到大跌250点以上 你就是勇敢的大买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真的不要怀疑 就像昨天的行情 其实就很适合 在大跌的时候 其实大减便宜 各位现在我所说的话 其实你们各位 事后想想 真的都是这样 在第四季就是这样操作就对了 再来每天到了下午3点半 我今天所讲的这个陈明店也好 李洲也好 或者是鸿海也好 我相信各位更想要知道 一定是他的一个精准的 买点跟卖点 因为这个买点卖点 知道之后 你才有办法实战操作 那有关于这个实战操作 其实我每天花了 大概将近20分钟的时间 我都会录制一个直播教学影片 怎么样操作 怎么样做一个资金的布局 其实在我的直播教学影片里面 会有更详细的一个教学 所以同志朋友 你今天加了我的Lite之后 你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第一个大盘技术分析人 都报告 第二个实战的一个教学影片 你可以看得到 最重要是今天的两支股票 一支九十几块 一支一百多块 你今天马上加 马上可以看到 怎么加入我Lite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首先扫描这个QR Code 直接扫描 直接加入 第二个方法 透过我的Lite的一个ID 去搜寻小老鼠A957 很好记得很有钱的 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加入之后 有一件很重要事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各位当你们加入我Lite之后 不要跟我说什么老师 或者是传一些什么 可爱的贴图给我 记得按数字888就好 按888什么话都不要讲 只要按三个数字888 Enter进去之后 我就会在一秒钟的时间 把我今天所录制的 网路直播教学影片 一秒钟时间 直接传送到各位 私人手机的Lite里面 你们就可以马上看到我的影片 而且完全不用涨 而且影片里面有更多 更重要 仔细的一个教学的一个 实战的一个动作 等着大家去看 怎么样来操作这个成名店 怎么样来操作李洲 甚至于怎么样来操作 这个所谓鸿海 而且在今天节目里面 还有第四支神秘的标谷 就在我的直播教学影片里面 那其实本影片 只有两支股票借着去看 一支九几块 一支一百多块 人工之外的选股教学影片 已经完成了 想要缩取的直接加Line 恢复881秒钟时间 马上就可以收到我的影片连结 欢迎各位踊跃的来加Line 好 想要收到两支 趋势转舟的个股 杰帅老师已经帮他挑出来咯 可以送我老车 计时不能里面来